上一秒火车头还来去如风 跑完百公里仅需一秒 下一秒他却住上了拐杖 打算看看鞋子找回点感觉 却被保安拦了下来 在看到附近越来越多的人拍照后 保安意识到眼前这个人 可能真的是超级英雄火车头 他赶忙道歉 但却没有安抚住火车头的情绪 对着保安和吃瓜群众们大家训斥 感觉内心遭受屈辱的火车头 不顾教练的反对 将仅存的几只五号化合物注射进了体内 他的伤势瞬间恢复 甚至连力量都增加了不少 拉着火车满世界跑 他很满意现在的状态 另一边 休伊找到了星光 请他帮忙救出被困的队 而转眼 休伊就来到了法兰奇面前 只不过是被抓进来的 法兰奇怒斥 休伊太过愚蠢 在外面好歹有一线生机 这下全完了 但休伊却说 随后 法兰奇利用铁丝撬开了门锁 逃了出来 在路上 他们找到了太阳女孩 看着女孩的样子 法兰奇很是心疼 突然 守卫赶了过来 几人瞬间被强大的火力压制 为了救出女孩 休伊拿起枪掩护 老黑则撞碎玻璃背出了女孩 而此时 休伊的子弹也打光了 守卫渐渐围了上来 几人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但就在这时 休伊背后白光闪过 守卫从休伊头上一个个飞过 是星光来了 原来星光早已看不惯 沃特集团的丑恶行为 看不惯他们欺负弱小 他还是想做个 除强服弱的安妮 完事后 几人准备离开 不料火车头 却出现在了门口 星光劝他不要多管闲事 毕竟他还没打算 和沃特集团撕破 可火车头 却不打算放过休伊 一场光与速度的较量 就此展开 一边是无懈可击的防守 一边是世间激素 但只因为火车头 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很快就击碎了星光的防御 就在他准备解决休伊时 五号化合物的副作用到了 心脏瞬间不堪重 浑了过去 休伊不仅没有趁人之危 反而给他做起了心肺不苏 经历这么多事 休伊早已放下了仇恨 现在他心中 只有杰鲁沃特集团 星光呼叫了救护车 让休伊离开 剩下的事情他们处理 而另一边的比利 前进了梅伊家 在他身上装满了炸药 他要让祖国人 常常失去挚爱的痛 但谁曾想 祖国人一点也不在意 梅伊的生死 直接演队抹掉了梅伊 比利见此 直接引爆了炸弹 但是比利却没有死 醒来后的他 看到了自己的妻子 原来是祖国人救了他 看着祖国人一家团聚 比利心中复仇的火焰更盛